他始终没有下车路线 他要走的是一个 打完这个六分以后 一个就是 左架会比较舒服的一个角度 我们看这个短杆 非常滑 好球 因为黑球下方 现在有一个球了 他就变得挺麻烦的 始终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他一颗星 他弹不起来 对 他现在你看一下反赛 他要避开他 顶开了 运气还不错 如果现在黑球飞了的话 就更不舒服了 但是其实呢 在这样的角度下 还是接下来的连接是有问题的 大家看 黑球被顶了一下 如果这个黑球被顶高的话 就完了 所以之前那杆五分 现在就觉得 这个大还手了 其实就是推上去 把四分打掉 然后拉杆回来 或者是一颗星 或者如何 想尽办法 把主球走到这个红球 然后一颗星打到黑球 一切就迎刃而解 那个五分这个活干的应该是干净一点 别想了那么多 对 那个大角度 看力道控制 不错 不提问 黑球下面这个红球 不是很好 你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从 职业球员的 要求来讲 这个球肯定是 至少 会走到这里 能力上来讲 能力上来讲 把球走到最下方这个区域 是肯定没问题的 关键就是一个力道的控制 那就是他的力道控制呢 暂时还只能达到这个 这个水平 所以其实从这样的球上面呢 大致我们可以感觉说 梁文博到底属于一个什么级别的球员 有的时候报道上 有些东西可能太夸大其词了 那么客观一点来分析 梁文博的实力确实有 但是比起最顶尖的选手 进步空间还是非常大 梁文博的力量之处呢 我说的意思 就是他经常可以通过自己的准度呢 把这些问题解救回来 48 不得了 横台过来 这局球梁文博打的还是挺辛苦的 那这局球你说它的难度非常大吗 我觉得也就是如果十分的难度的话 也就是六分七分这样 但是六分七分的球 却打了十二分的力道 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高手叫中原一点红 他每次出手的时候只造成人家咽喉上有一个红点 然后就杀人力 六分 就是拿捏的恰当好处 其实打球也是一样 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就是中原一点红 那是顶级高手 一局这个难度八分九分的球 你看Ronnie Sullivan五分多钟 干完了 而且是140红 你没觉得就是这个这个说书的里边叫气不长出面不耕塞 这份境界很难学到的 这一盘球有很多种打法 但你感觉顶尖高手像若迦萨利文这样的 他所说的就是这个 对 如果你读懂了这个盘面的点在这个黑球旁边这个红球的话 那么就应该尽早去解决它 虽然也是可以打完 这局就捏着一把汗打完了 刚才张迅给了我一份资料 是09年到10年的这个职业排名赛的一个schedule 在这个职业排名赛当中少了一个北二蓝杯 以及一个巴林锦标赛 巴林锦标赛实在去的人太少 加上那也实在是除了烧钱没满 不过对于辽文博来讲 巴林锦标赛还是有美好的会议 他第一个意思心里在那打 但是这两个比赛被取消了 那么这个比赛取消以后 其他的比赛自然要做一些积分上的调整 因为积分太少了 这样上一个赛季的总积分是48750分 因为其中包括了英国锦标赛的积分 以及这个 一个是1.5个冠军 一个是两个冠军 一个是7500分 一个是1万分 那本菜军进行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显得很有意思 首先是我们看到荣威上海大师赛的比赛 他的冠军积分有了7000分 一个积分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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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亚军也可以得到5600分 这个非常大 这个积分 因为 加了很多 去年冠军才拿5000分 104 对 那么 这个格兰批制大奖赛也是7000分 而这个英国锦标赛是增加到8000分 他的比例跟以前7500对5000差了很多了 那威尔士公开赛呢 就只有5000分 而中国公开赛也有7000分 市井锦标赛还是1万分 所以总积分为4万4000分 这威尔士公开赛呢 是没变 去年也是5000分 这冠军 这一家的金牌 谢谢这一家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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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